熊熊们的烦恼六 小马过河 听说轮回因为吃竹子不小心 把眼睛弄伤了 正在接受治疗呢 是啊 以后吃竹子得小心点呢 听说有只大熊猫弄伤了眼睛 摘出了一个眼球呢 听说有个熊猫伤了眼睛 摘出了一个眼球生命垂危啊 太可怜了 是啊是啊 成蓝弟弟啊 听说轮回眼睛受伤 摘出了一个眼球生命垂危啊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谁说的轮回只是吃竹子 不小心把眼睛弄伤了 做了手术后现在恢复得很好 哎呀呀 这流言飞也也太可怕了 吓坏熊熊我了呢 谁说不是呢 听说轮回受伤 一时间流言飞起 越传越离谱了 成蓝啊 你这小院挺别致啊 有点森林风呢 不像我的园子 那是一堆破铜烂铁啊 主打一个淳于风啊 你可拉倒吧 你那咋回事 心里没点数啊 我这又没断网 你那的小树刚长出点叶子 你就给撸吐了 玩具拴铁链子 不也是怕你搬着越狱吗 我这园子虽然小 但是这是我的家啊 我珍惜着呢 哎呀 老弟 这话扎心了 妈妈儿我确实有点能造啊 蒙兰啊 有个事啊 我有点疑惑 你说 咱们这种圈养的熊熊幸福 还是在野外的熊熊幸福啊 这是啊 我也说不好呢 不过这种事情 高高老爷最有发言权了 高高老爷啊 你说啥样是好的啊 别的熊熊咋想 我管不着 反正这公家饭 我是吃定了 哼 休想再把我抬出去 这是啊 老爷懒得给你们说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好啊 那你说来听听啊 马棚里有一只马妈妈和一只马宝宝 有一天 马妈妈对马宝宝说 宝宝 你长大了 你去帮妈妈买点面吧 小马正想出去呢 就说 好啊 好啊 我正想帮妈妈干点活呢 小马说完 就出去了 跑着跑着 一会儿 它跑到了一条河边 正准备过去呢 此时 来了一只小松鼠 小松鼠说 小马小马 你千万不敢过去 河水很深很深 还淹死过我的小伙伴呢 小马吓得赶紧退了回来 这是一头老牛过来了 对小马说 河水很浅 刚打小腿 能过去的 你看 说着 老牛就从水里走了过去 小马还是不敢过去 就跑回家问妈妈 马妈妈对小马说 你要分清楚情况啊 光听别人说是不行的 勇敢地去试一试 不就知道了吗 小马小心地试探着 终于探过了河 这下小马知道了 原来河水既不像老黄牛说得那么浅 也不像松鼠说得那么深 我的故事讲完了你们自己误吧 我懂了 这个故事是说做事不要道听途说 因为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在这个分杂的网络时代眼见都不一定是真的 不管什么事不要被别人所说的迷惑 要有自己的分析能力呢 而且很多事情都没有绝对的 好与不好 适合与不适合 只有当事熊最清楚 嗯 不错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谢谢 谢谢大家的分析和解读 熊熊我真是受益匪浅啊 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类 点赞关注不迷路 谢谢大家的分析